我在国外的游戏网站上 发现了一款奇怪的网页游戏 虽然画面十分简陋 但底下的评论却非常的好 甚至有人说 十分 这是我玩过最好的网页游戏 进入游戏之后 我发现我只是一个 骑自行车下班回家的汉堡店员 骑车的过程略显无聊 直到我看到了地上的血迹 以及黑暗中的人影 我才知道这款夜游 真的不简单 如果你正在看的话 请把保护打在弹幕上 按不住非常的害怕 游戏一开始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是一个汉堡店员 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 这里的环境十分阴森 周围都是树木 仅有的几个路灯 灯光也仅能照亮周围 虽然我也有一个小灯 但同样的 无法穿透周围的黑暗 照亮范围有限 刚开始挺正常的 路上甚至还遇到了一辆汽车 但这汽车的速度 也忒慢了一点 司机是个白发大爷 看来是个新手 而且你这车也没有尾灯啊 夜间行车没问题吗 继续前进 我看到了地上有一辆自行车 奇怪 自行车的主人去哪了 再往前走 路过一条铁轨 我就又回到了汉堡店的门口 为什么我又回来了 这是什么魔法吗 我只想回家 没办法 我继续骑车上路 上次遇到的大爷 这次也异常认真地开着车 从我的身边经过 上次的自行车也还在地上 不同的是 旁边有一片雪迹 还有非常明显的一排雪脚印 是谁 迈着小碎布就走出去了 在前方 可以看到一个女人的背影 她的双脚沾满了雪迹 可以肯定就是自行车的主人 等一下 我正想上去 她却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之后路过铁轨 我又回到了汉堡店的门口 但这一次 店里的灯光熄灭了 究竟是谁 把我困在了这里 店都打烊了 这算加班吗 画面上的字体已经扭曲到看不清了 我知道事情肯定不妙 但也只能继续 骑着骑着 我忽然听到了 咚咚咚的声音 大爷磕着头就开车过来了 您也是被困住了 才这么上火的吗 我都有些同情大爷了 继续前进 自行车旁边的雪迹变得更多了 画面还闪了一下 我都没敢停下来细看 来到铁柜处 这一次有火车经过 从窗户的剪影可以看出 有很多人坐在车里 但就在等待的时候 镜头强制回头 一个染血的女人 慢慢靠近 女人消失之后 我身后的列车 却变成了这副惨状 画面变得更阴间了 刚骑上车 我就被他抓到一次 吓得我差点把鼠标都给扔了 之后就不断地有女鬼从旁边靠近 想上来抓我 还有树倒在地上 挡住我的去路 女鬼不光有站立的姿态 还有这种鬼畜爬行的模式 我感到我的散指在明显下降 悉心一段之后 我又回到了店门口 嘿 我还就不信了 继续上路 我车篓子里的汉堡袋子 出现了血迹 这里面 该不会放了什么别的东西吧 开车的大叔 已经毫无生气了 躺在驾驶座上 沉沉睡去 甚至还撞到了之前的女鬼 而自行车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是被谁骑走了吗 只剩下了一片血迹 骑着骑着 有个什么东西从旁边超过了我 是那个女鬼 他把自行车骑走了 骑过铁轨 这次没有空间回溯 而是来到了一座大桥之上 此时 我的身后突然出现了大爷的汽车 他还在座位上安详地躺着 只是他的车呀 现出了恐怖的面目 居然有一张大嘴 就像一个恶魔 为了躲避恶魔汽车的追击 我拼命地往前骑着 而他却好像玩游戏似的 跟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不仅不慢地跟着 前方进入施工路段 道路上出现了各种坑洞 我得小心不要掉下去 最后 道路甚至变成了这副模样 不过好在 恶魔汽车没有追上来 放松一口气 我又被船坐回了汉堡店门口 这恶梦到底要继续多少次啊 再次上路 这次没有遇到汽车大爷 也没有自行车女鬼 而是来到了一个隧道处 抬头就可以看到 隧道上盘踞着 一个巨大的阴影 难道说又是什么怪物吗 骑着骑着 果然又进入了强制剧情 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怪物 我只能说太惊悚了 虽然它好像是在歪着头笑 但我知道 被它抓到的下场 肯定是奇惨无比 这时前方又出现了 很多骑自行车的丧失 还有各种路障 总之就是遇到了各种阻挠 不过还好 我终于来到了一个小隧道 这么大的怪物 肯定是进不来的 进入隧道 周围的墙上不断伸出手臂 想要把我永远的留下来 而恶魔汽车又出现了 此时的大爷 是手握方向盘的 难道他 想干掉我 正当我拼命逃跑的时候 再次醒来 我又回到了店门口 但此时的场景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周围的一切都变红了 天空中似乎是一轮红色的黑洞 太迟了 诡异的字幕在屏幕中间闪现 地面从百游马路 变成了红色的物质 就像是血肉一样 天空中降下了四个鬼影 他们什么也不干 就默默地跟着我前进 之后又升上天空 来到尽头 前面是一扇传送门 画着代表安全出口的小人 我终于可以摆脱这一切了吗 我被铁链刺穿手掌 吊至空中 女鬼再次出现 她的头转了个360度 十分的诡异 想要扑上来吞噬我的血肉 此时一个声音响起 女鬼被身后的红色骷髅 一把握住 变成了一个身上淡血的女人 然后 她就被拖进了骷髅的口中 随着骷髅的话语 我赶紧跑向传送门 我在一辆汽车的驾驶座上醒来 旁边是我买的汉堡 我似乎是倒在了方向盘上 看到这里我明白了 整个剧情是在最后完成了反转 原来我才是整个事情的肇事者 也就是那个开车的白发大叔 买完汉堡的我 撞倒了一个骑自行车下班的女人 在她临死的那段时间 化身成了怨灵 缠着我想把我也拖入地狱 所以才会让我在她下班的路上 无限的循环 但就在她将要得手的瞬间 时间到了 她被死神收走 而我也恢复正常 回到了现实世界 只可惜被撞死的女人 再也回不了家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阿丽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三连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